说起胖这个话题,大家都心知肚明,没有人愿意胖,除非是天生骨瘦如柴,正常人也不会喜欢太瘦的。 但是,我们又经常羡慕人家是不胖的好体质,这个话题放在娱乐圈也是一样,女明星不用说都知道,每次两项舞台都是颜值身材造型的大鼻子,连男明星也会为此烦恼。 就如8090的偶像歌手周杰伦,婚后巴夫,就经常受到网友们的调侃,还有那些为减肥结识,发明各种减肥方式的女明星。 经常就与哪个明星减肥成功登上热搜,那个明星胖了上热搜的消息,娱乐圈也盛行着,胖就是丑,不自律的不成文条例。 但是,放在另外一个明星身上,却不仅如此,那就是我们熟知的天后级歌手蔡依林。 蔡依林也是属于出道比较早的歌手,而且,唱歌跳舞功底都很深厚,曾经也是红遍大江南北的天后级歌手。 但是,她近了年来都比较低调,除了她演唱会出作品《娱乐圈野》,很少出现她的消息,更别说非文。 熟悉,她的朋友们都知道,她一直以来都是走势力拍路线,作品广受本次听众的欢迎,颜值想象方面也是很优秀的。 不管细致外在都比较完美,除了经常被调侃的身高问题,有人都说是,上千给她的颜值和才华太多了,所以,才在身高上面减去一些。 我们说胖了会比较鲜矮,随着年龄的增长,多数人发胖都在所难遍。 蔡依林也不例外,但是从最近被爆出的照片来看,她发布后,却更加性感撩人了。 照片中的她只身穿一件白色的衣服,扎着这双马尾,戴着一副墨镜,脖子上戴着项链,没有多余的其他的服饰装扮。 但是,气质和颜值却都在现,反倒把衣服衬托出很时尚的感觉。 而且从照片上来看呢,蔡依林的颜值和气质,都已经到了巅峰状态,完全无可挑剔的样子了。 身材也是爆炸健康美丽,看到这,很多喜欢她的粉丝和网友们看到后都, 孙峰表示,这气质真的没谁了,真是不给模特留活路。 蔡依林真是一位颜值气质身材都绝棒的歌手了,放在内地也没几个人能相提并论。 而且为人还低调,真的是我们追捧的女人形象,你喜欢现在这样的她吗? 演唱片